第34集,武庚唤醒白菜意识 武庚劝说小尚他只想借助换倒的地方让人族战士休息练气,在战争到来时能有自保能力,小尚无法对此事做主,但答应慧禀明白月尊者 武庚想起了和白菜相处的点点滴滴,虽然黑化的白菜杀了阿兰,他应该会恨白菜,但是他心里却无法把白菜当成敌人 子羽告诉武庚,曾经新王最相信命运是靠自己掌握,而他和新月虎也一直为人类的命运而不惜的奋斗,如今只是轮到武庚和白菜奋斗了 武庚询问子羽一旦神缘被入侵如何恢复,子羽只知道妖族的远古大神可以探知人心,或许对此事有答案 小尚告诉武庚白月尊者同意让人族战士来此休息练气,但是也要求他们不可打扰到焕岛之民 渣渣带来陈静的书信,信中陈静表示虽然不能随武庚共赴战场,但愿意借北山矿场给武庚隐藏战船 他也将北山矿场所有人的未来托付给武庚,期望他有朝一日能战胜神族 武庚在北山矿场看到了当年白菜种植的千牛花,想到两人在矿场的经历,心中思念白菜 安将军挑选了一部分战士打算送往焕岛休息练气 武庚告诉他们人族当个的力量虽然薄弱,但是他们团结,有不怕死的决心 总有一天会让神族因为人族的力量而颤抖 武庚和安将军等人来到焕岛,他们都跟着子羽在此休息练气 阿兰被晶石之灰所伤,原本该必死无疑,却被神眼大长老所救 神眼是受福西所托救下阿兰,随后神眼也带着阿兰前来剑被关押的福西 阿兰心痛自己无力救出福西,福西的空石界神力已经被辛悦魁夺走 他无法感受到武庚的存在 但他相信武庚没有那么容易死掉 福西告诉阿兰让他好好配合神眼大长老 因为神眼大长老和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武庚在患岛成功将炼气和神力结合到了一起 与此同时,辛悦魁也意外发现了武庚并未死去的消息 小尚前来见武庚,他告诉武庚幻岛要离开此处彻底隐没,不参与三界纷争 而他也会随幻岛离开,他希望有朝一日武庚能带领人族结束三界纷争 辛悦魁用空石界神力发现武庚前往了妖界 上神得之后赶往妖界想要再次杀了武庚 而武庚故意引上神而来,就是想让白菜找回自己 上神陷入永恒之夜的妖族阵法中 武庚进入阵法中燃烧神源 成功将上神神源驱离,让白菜成功恢复神志 武庚告诉逆天而行四个月后是将写实运往神域的时间 他和逆天而行约定在此期间各自带兵备战 等到时机成熟在矿场集结出发 白菜愧疚自己伤了武庚,杀了阿兰和子殿 他不知道该如何向神引足解释此事 武庚让白菜相信自己,他会陪白菜面对一切问题 白菜回到神引村,他跪求村民的谅解 武庚也解释如今白菜已经恢复神志 白菜知道村民无法原谅自己 他愿意以死谢罪 但希望村民能给自己一段时间 他想跟大家一起攻打神域 如果他能活着回来愿意任凭大家处置 武庚从永恒之夜处得知白菜是黑龙寻找多年的钥匙 当年黑龙击败了原来的神族首领耿谷 他把耿谷和其他远古大神神员打散 耿谷用他最后的神力把他们的神力封印在了结晶山 并将作为钥匙的晶石扔下了神域 而这股力量如果被黑龙获得 他将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 武庚确认自己已经帮白菜消灭了黑暗的神员 他以后也不会再被控制 在武庚的劝说下 大家决定暂时放过白菜 待从神域回来后再做决定 武庚感谢孔雀组长愿意给白菜一个机会 孔雀组长让武庚放心 他们已经失去了阿兰和子殿 不愿意再失去任何一个战友